老人圣旨的男亲你们 你们是神钟爱的儿子 他有一个伟大的事工 要你们去做 为了完成这项事工 你们必须履行 施助他人的神圣责任 你们知道施助的意思吗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 名叫齐尔詹森女孩的故事 也同时请你们思考下这个问题 齐尔去年升高中 成了残酷麻木不仁的 霸凌行为下的受害者 他走去教室的途中 被骚扰推断 并且遭受他人的嘲弄 有些学生甚至向他丢垃圾 你们在自己的学校 或许也曾看过像这样的人 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对许多人而言 青少年岁月 是一个寂寞和恐惧的时期 事实上不应该是这样的 庆幸的是 在齐尔的学校里 有一些男青年明白施助的意义 齐尔的母亲曾经要求学校的老师 要协助阻止霸凌的行为 但情况仍然持续发生 后来他请一位亚伦圣职持有人 同时也是橄榄球校队的首发四分位 詹森琼斯来帮助他 詹森答应帮助他 但是在他的心里 他觉得自己可以做得 远远不止只是找出霸凌的人 圣灵向他低语 告诉他 他需要帮助齐尔感受到爱 卡森邀请了他的一些队友和他一起来照顾齐尔 午餐的时间 他会请他和他们一起坐在一起吃饭 他们陪他走到教室 确保他的安全 不出所料 有这些橄榄球队员做他的好朋友 再也没有人霸凌齐尔了 橄榄球队在球季里的表现激荡 人心 即便在球季中的战无不胜 这些年轻人并没有忘记齐尔 他们邀请他在赛后到球场和他们会合 齐尔感受到爱和珍惜 他觉得安全感到快乐 这些球队最后赢得了州冠军 然而发生在他们学校的事 比赢得锦标赛更加的重要 这些男青年的榜样 鼓励了其他的学生成为更能包容 更加友善的人 国内的新闻媒体发现了这些男青年的所作所为 就在全国各地分享了他们的故事 原本失注一个人的行为 却鼓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齐尔访效 齐尔的母亲称这些男青年是天使的化身 而卡森和他的朋友们则很快地回答说 齐尔反倒祝福了他们的生命 远远超过他们带给他的 这就是当你忘我的为他人服务时 你就会找到了自己 透过这种方式 你会有极大的改变和成长 这些年轻人体验了失注的喜悦 并且继续寻求机会去造福他人 他们迫切地渴望 能在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师的岁月里 继续地提供援助 在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 像齐尔詹森一样 需要感受到天父爱的人 他们就在你的学校 你的定额组 甚至在你的家里 你可能马上会想到一些人 有些需要的人 则可能不太明显 事实上 每个你所认识的人 都可以借由你的失注 而蒙受某一种程度的祝福 主仰赖你向他们伸出援手 你不必成为一个明星运动员 才能失注他人 你按理得到圣职的时候 就已经获得了能力 权柄 以及失注的神圣责任了 雅各富士的会长曾教导我们 圣职是授予世人 奉神的名行使的权柄 亚伦圣职持有天使的 失注的权要 当你爱他的孩子时 天父会引导你 天使会协助你 你会得到造福生命 和拯救灵魂的能力 耶稣基督就是你的榜样 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去失注指的是去爱 和关怀他人 这意味着 你要照料他们 属世和属灵的需求 简单的来说 就是要去做 如果救主在这里 他会做的事 从你自己的家庭开始吧 这是你可以从事 最重要的失注的地方 你想要尝试一个 有趣的实验吗 下一次你妈妈 请你帮忙做家事的时候 你不妨这样说 妈妈 谢谢你请我做事 我很乐意帮忙 然后观察他的反应 在你尝试之前 有些人可能先需要 温习一下急救的技能 因为你可能会 下晕你的母亲 救醒了他以后呢 你会发现 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有显著的改善 并且家中的灵性会增加 这只是在家中 失注的一个方式 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 你可以对家人说 温和语来失注 你也可以用对待 你最好的朋友的 那样的方法 来失注你的兄弟姐妹 或许最重要的是 当你协助你的父亲 履行他身为家中 灵性领袖的责任的时候 你就是在失注了 你要全力支持 和鼓励家人家庭晚会 家庭祈祷 家庭经文研读 善尽你的职责 确保家中有圣灵 这会巩固你的父亲 善尽他的责任 并且帮助你自己准备好 成为一个父亲 如果你的家中没有父亲 那你失注家人的责任 就更加迫切需要了 你也有责任 在定额组内失注 圣职组织 在世界各地日益的扩展 你们当中 有很多人都听从了 孟孙会长 去与救援的这样子的呼吁 相较于教会历史上的 任何时期 今日 我们有更多活跃的亚伦 圣职持有人 然而 我们还是有很多 不活跃的人需要你们 去年六月 印度班加罗尔 成立了个新的分会 出席圣职聚会的 唯一男青年 是刚被案例为 执事的 格雷温 格雷温与男青年会长 和分会会长 开始打电话 给不活跃的男青年 去他们家中拜访 不久 第二个男青年 萨摩尔 开始回到教会了 格雷温和萨摩尔 每个星期 打电话给那些 没有参加 定额组聚会的人 并分享他们学到的事 他们也会在 这些人的生日 打电话给他们 或拜访他们 这些叫不活跃的 男青年 一个一个的 成为他们的朋友 并且开始接受邀请 去参加 定额组的活动 出席 定额组聚会 最后 开始亲自 从事施主了 今天 该分会的 所有男青年 都在教会中 保持活跃 经文教导我们 亚伦圣职的 各个定额组 要在一起 举行议会 并彼此启发 或者彼此 建立和巩固 你们教导 福音真理 分享灵性经验 做见证的时候 都会受到启发 青少年 课程 鼓励在定额组中 有这样的互动 但这只是 在定额组的 每一个成员 都感受到 被爱或被尊重的时候 才有可能发生 在定额组中 绝对不可以 有嘲笑或戏弄 尤其是当人 公开分享感想的时候 定额组会长 必须带头 确保定额组的聚会 是让每一个人 都能够参与的 安全好地方 使徒保罗 告诫我们 污秽的言语 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 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 得益处 圣职持友人 绝不会使用 逼粗笔 或污秽的言语 他们绝不会贬低 或伤害别人 他们总是 是建立和巩固他人 这是一种 简单而有利的 施主方式 施主的工作 并不局限于教育 家庭教导拜访 或某些服务项目 我们始终是 甚至持友人 不仅是在星期天 不仅是在 穿白衬衫 打领带的时候 无论我们在哪里 我们都有责任 进行施主 施主不仅是 我们所做的事 他会决定我们 是怎么样的人 每天施主 在你周围 有许多机会 要找寻机会 求主帮助你 认出他们 你会发现 大部分都是 微小真诚的行为 而那些行为 会帮助别人 成为耶稣基督的 跟随者 当你努力 保持灵性的配衬的时候 你会认出 提示你去施主的 想法和感觉 当你遵循 这些提示 你的施主的机会 和能力 就会增加 我年轻的弟兄们 我见证 你们已被赐予 崇高亚伦圣旨的 权柄与能力 能奉神的名 去施主 我见证 只要你们这么做 你们会成为神 手中的工具 去帮助别人 你们的生命 会更丰富 更有意义 你们会有更大的力量 去抗拒邪恶 你们会找到 真正的快乐 那种只有耶稣基督 真正的跟随者 才会知道的快乐 愿你们能体验 履行 神圣 施主的责任 所带来的喜悦 我如此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